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节课讲到 李者因时事人情 为之结问者也 这个问 上节课他们说了 在这儿是掩饰修饰的意思 那么整个这句话 就可以理解为 李是要根据 时代的不同 人情的变化 而为他 节制修饰的东西 当然这是死意 如果活意呢 可以活意为 李是要随着 时代的变化 而变化的东西 故下因周理 所因损意可知者 为不相赋也 故 就是所以 这个 显然呢 又是折也俱事 下因周理 就是 下代 因代 周代 他们的理议制度 所因损意 所因损意 就是相当于 损意所因 就是 损意 所 根据的 东西 损意就是增减的意思 损就是减少 意就是增加 所以这个 损意所因就是 增减变化的根据 就这个意思 所因 就是所根据的 可知者 就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 因为有些 它增加减少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了 那就不说了 可知者 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的 那是什么呢 为不相赋也 为 在这就是 说的是 说的是 不相重复 说的是 不相重复 臣愿 泼彩 古礼 与秦仪 杂旧之 臣 指的就是 书孙通 泼彩 这个泼 咱们 以前讲过 是当全部 但是在这儿 不是全部的意思 而是 略微的意思 略微 采取 古礼 与秦仪 就是和秦代的 礼仪制度 杂旧之 这个杂呢 还是 交错的意思 可以活以为 掺杂 杂旧之 这个旧 又是 完成的意思 这段呢 给大家 翻译一下 刘邦 兼并天下 之后 各诸侯 在定陶 共尊 他为皇帝 书孙通 负责 制定 朝廷的 礼仪制度 和 各种称号 汉高祖 完全 抛弃了 秦朝的 礼仪制度 而制定出 一套 简单 一行的 礼仪制度 庆宫时 那些 武将们 在宫廷里 饮酒 争宫 有的人 喝醉后 狂喊乱叫 甚至拔出剑 劈砍 柱子 刘邦 为此 很忧虑 书孙通 了解到 刘邦 越来越厌恶 武将的 不守礼法 就劝说他 对读书人 难于 与他们 征战 打天下 却可以 与他们 共同守卫 已经获得的 天下 我希望 召集 鲁帝的 众多儒生 和我的弟子 共同制定 朝廷中的礼仪 刘邦说 是不是 很困难啊 书孙通说 武帝时候 的音乐 各不相同 三王石的 礼仪制度 也各不相同 礼仪 就是要根据 时代 和 人情的 变化 而 为他 节制 修饰的 东西 因此 我们 能够了解到的 夏商周的 礼仪 增减的 根据 就是为了 不重复 我希望 稍微采取一些 古代的 礼仪制度 和 秦代的 礼仪制度 交错在一起 来制定出 新的 礼仪 下边的一句 上约 可事为之 令一之 多无所能 行 为之 可事为之 就是说 你可以 试着去 偷偷 令一之 就是让 这个令 让这个 礼仪制度 比较容易 了解 比较容易 掌握 多无所能行 为之 无所能行 就是我能够 做到 我能够 做到的那些 多 就是你 估量着 我能够 做到的 这样的 礼仪制度 来 这个为之 就是制定 制定他 制定 这样的 礼仪制度 就是说 你制定 出来之后 你得 估量着 我能够 做到 不要搞得 太复杂 好意思 于是通使 这个 这个使呢 本来是使者 在这儿呢 是活用为 动词 作为使者 他作为使者 争 鲁诸生 三十余人 这个争呢 是 也还是 召集的意思 争招 鲁地的 这个 读书人 三十多个 但是在他 争 这个鲁诸生 的时候呢 就是出现 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呢 鲁有两圣 不肯行 这下边呢 咱们还没给大家念过 现在整个念一下 约 公所使者 且实主 见面于 亲贵 今天下出定 死者为葬 伤者为起 又欲 其礼乐 礼乐 所有起 百年积德 而后 可行也 无不忍为 公所为 公所为 不合谷 无不行 公王已 勿无我 同孝曰 若朕必如 不知十遍 遂于所征 三十人 其 及上左右 为学者 与其弟子 百余人 为 免罪 野外 习之 岳于 通月 尚可 是关 上使 行礼 岳 无能 为此 乃令 群臣 习以 会 十月 这是 这段的 后半部分 这个 书存通呢 他作为 使者 到 鲁这个地方 征召了 鲁这个地方 读书人 三十多个 但是其中呢 有两个人呢 两个读书人 不肯行 如有两伤不肯行 不肯 不愿意跟他一块走 而且说呢 公所适者 且实主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 您 所侍奉的 人 且 这个且呢 是 将近的意思 几乎 将近 就是 您所侍奉的 这个主人呢 已经将近 十个了 接面于 亲贵 都是啊 面于 就是当面奉承 的意思 都是当面奉承 这样呢 来达到 这个亲贵呢 是亲近贵性 就是通过 面于这种 当面奉承 这种手段 而达到 亲近贵性 的目的 就是说 他们对 书村聪的做法呢 很 很看不上 觉得他这种呢 就是 没有读书人的气节 你这个 要是 就是要侍奉 君主的话 那你应该是 也是应该 从一而终啊 你哪能说 今天换一个 明天换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可以 看得出来 上边的他 说的这个 就是上一段 说他这个 一会儿 从这个向良 一会儿从怀王 一会儿从这个 向羽 一会儿又从刘邦 说的就是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这些 他的这些做法呢 就是在 一些读书人看来 是 很不应该的 今天下出定 这是他 不愿意跟他走的 第一个原因 还有别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下出定 现在天下 出就是刚刚 定就是安定 平定 死者为葬 伤者为起 就是 战死的人呢 还没有安葬 受伤 在战争中受伤的人呢 还没有 这个起呢 指的是 痊愈 又欲起礼乐 就说在这个时候 就刚刚 天下刚刚安定 还没有 就是战争的 这个 各方面的 造成的创伤 还没有医治好 这个 这个时候呢 你又想 来 起礼乐 这个礼乐 还是指的礼乐制度 这个起呢 在这还是 就是 制定 可以活以为制定 起本来是 兴起的意思 兴建的意思 在这儿 可以活以为 修订 制定 礼乐制度 这个呢 他们认为呢 也是 非常的不正确 为什么呢 这下边说了 礼乐 所由起 百年积德 而后可兴延 就说 礼乐制度呢 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所由起 就是 礼乐 他 所兴起的 这个基础 礼乐的 所由起 其实说的就是 礼乐的基础 制定礼乐的基础 百年积德 而后可兴延 就是说制定礼乐的基础 得到 得上百年的 基德 就是这个 积累 德行 这样 而后 就是上百年的 这个积累 德行之后 才能够 谈得到 来制定礼乐 礼乐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意思 但是你现在呢 死者未葬 伤者未起 就是战争 刚刚结束 你现在就 谈什么 要制定礼乐制度 这简直是 太不符合常理了 太不符合规矩了 所以呢 他们 也认为这些做法 也是非常的不正确 所以他们说呢 无故人 无故忍为 共所为 我不忍做 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你做这些事情 都毫无道理 所以我们 不愿意 去做 你所做的这些 事情 公所为 不合谷 无不行 就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不合 不合于 古代的 这个 当时的这些 比如礼仪制度 做人的方法 你都 你都不符合 所以 我不跟你走 公网以 误误我 你走你的吧 不要来 玷污我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 苏丛丛这个人呢 他也很有意思 他听之后 他也不生气 他反而乐了 他是 通孝曰 若真 必如 不知识变 必如 若就是你们的意思 必如 必呢 就是指的是 在这儿是指的是 见识浅薄 见识浅薄 这个可以 在这儿呢 可以活以为 就是你们真是书呆子 可以活以为是书呆子 不知识变 就是你们不了解 这个时代的变化 用咱们今天的词来说 就是你们不能够 与时俱进 是这个意思 遂与所争三十人 息 那么这两个人果然就没去 他就 跟 所 就带的 带领了他 征召的那些 召集的那些 那三十来个人 息 息呢 本来是名词 在这儿是 向息行 活运为动词 下边 即上左右 为学者 与其弟子 百余人 为眠罪 也外息之 就是这个集呢 就是说 他 这个中间呢 就是省略了好多话 就是说 他这路上怎么样 什么都没说 而且回来之后 怎么个皇帝回报 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就他回来之后呢 就是 带着这个 这个三十人 征召的这三十人 和 皇帝左右的 那些 有学问的人 为学者 就是有学问的那些人 搞学问的 这些人 还有再加上 他自己的弟子 一百多人 干嘛呢 为眠罪 也外息之 这个 眠罪 这个 棉 这个棉字 通那个 丝棉的棉 在这呢 是指 宫内的 围杖 罪 是 用 茅草 等 物品 立在地上 表明定位的标志 就是他们在这呢 现在呢 他是要制定 礼仪制度 但是制定 礼仪制度的 这个过程呢 他要反复的 试验 这个试验过程呢 他不能把这些 百官啊 地位很高的人 都拿来做试验品 这 这绝对不可能 所以呢 就 拿一些草靶子 用茅草啊等 做一些草靶子 当做人 这样呢 他可以随便的摆啊 怎么怎么 哪个在前啊 哪个在后啊 可以随便的移动 所以这个呢 就是 这个棉罪 就起到这个作用 就是等于捆 捆好一些这个 靶子 用 用他们这些靶子呢 来演习 他们所制定的 这个礼仪制度 看看行不行 如果不合适呢 再进行修订 越于啊 这么练习了啊 习就是习之呢 就说在那 做练习 在那这个 逐渐的这个修订 这个 宫廷里的 这个礼仪制度 这样呢 这样这个 就说他们练习了 一个多月 通约尚可事官啊 书从从对 刘邦说 啊 你 你可以试着来看看 上市行礼 啊 就是 刘邦呢 果然来了 而且呢 使行礼 就是让 书孙通 和那些人呢 一块 来 推行啊 来举行 这个 他们所制定的 这种 这个 这个礼仪制度的 具体的做法 他看完之后说 啊 刘邦说 无能为此 啊 因为他开始 他说了 多无所能 多无所能行为之啊 就是我能做到的 你去制定 我要做不到的 你就别制定了 啊 你弄太复杂 我我我做不了 啊 所以他看的时候 嗯 他觉得哎 还行 比较简单 啊 乃令群臣习义 会十月 啊 而且呢 他下面 这会儿呢 就说他用草靶子 都练 都操演好了 啊 用这些人 都操演好了之后 这这时候呢 才令 这些这个大臣 来学习 啊 这个义呢 还是学习的意思 所以咱们今天说义业 啊 这个义 本身 这个义字 就是学习的意思 就让他们练习 啊 然后呢 这个练习呢 是会十月啊 就是为十月举行的大规模的朝会来做准备啊 为什么是十月呢 就是因为汉初呢 啊 继承秦朝的制度啊 还是以十月为岁首啊 就是十月一号为为为这个一年的开始啊 所以 这个最大的朝会是在十月啊 就是为这个十月的朝会呢 做准备 这几句呢 给大家 翻译一下 判高祖说 你们 可以试着去完成 不过 要使他容易了解 而且 要 顾量着 按我能够做得到的 来 制定 当面 当面 逢迎拍马 得到 亲近贵姓了 现在天下刚刚平定 死者还没有埋葬 死者还没有埋葬 伤者还没有痊愈 您又想制定 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的基础 是要经过上百年积累德政之后 才能够创建的 我们不忍心 做您 所做的那些事情 您做的事情 不符合 古人的做法 我们不做 您赶快走吧 不要来 玷污我们 书孙通笑着说 你们真是书呆子 不了解时代的变化 书孙通就和 召集到的三十人 向西行 回到京城后 与皇帝的 进城学者 和他自己的弟子 一百多人 共同在野外 演习礼仪制度 演习了一个多月之后 书孙通对 汉高祖说 陛下可以试着看看了 汉高祖命令他们 演习给他看 看了之后 汉高祖说 我能做到这些 于是 就下令群臣 都来学习 并且 准备在十月 举行大规模的 朝会 这一段呢 主要讲的是 书孙通 为刘邦 建立了新的 礼仪制度 这件事情呢 在西汉的历史上呢 也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礼仪制度 在古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这个 书孙通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还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下边一段 汉七年 秦七年 上越宿 诸侯群臣 朝十月 一 先平民业者治理 隐 乙 刺 入殿门 亭中陈车记 数族 卫官社兵 张旗志 传约 去 殿下郎中夹币 币 数百人 功臣列侯 朱将军军力 以赐 陈西方 东下 文官丞相 以下 陈东方 西下 大行 射九宾 卢沟传 于是皇帝 碾出房 百官之己 传警 引诸侯王以下 致力六百弹 以赐 奉赫 自诸侯王以下 莫不振孔 宿静 致礼壁 禁服 致法酒 朱诸侯 殿上 皆 扶一手 以尊卑赐 起上寿 商九行 业者言 罢九 欲使之法 举步如仪者 者饮去 静朝至酒 无感欢华施礼者 于是高帝曰 无乃今日之 为皇帝之贵也 拜通 为奉长 赐金五百斤 汉七年 成乐宫城 成乐宫修建成了 诸侯群臣朝十月 就是刚才说了 十月的这个朝会 是当时最大的大规模的一个朝会 一 就是这个礼仪制度了 就是他们制定礼仪制度是什么呢 先平民 平民呢就是天亮 叫平民 先平民呢就是天亮之前 天还没亮的时候 业者致礼 业者呢咱们说过 就是管这个宾客 接待宾客这一类事情的官职 制礼 就是安排礼仪 制呢本来是管礼的意思 在这儿就是可以活以为安排 隐 乙次 入殿门 这个隐跟乙次之间呢可以理解为就是说 省略了一个百官 他们引导百官 以次就是依次的一次 依次进入这个宫殿的大门 亭中 就是宫殿里边 就是乘列着 陈列着车辆 骑兵和警卫的官兵 就是非常地 卫官 卫官 射兵 张旗志 卫官 指的是统霞 宫廷卫士的 这个卫射兵 射兵 射兵 是部下各种兵器 张旗志 这个旗 通旗志的旗 就是挥舞着 挥舞着 许多旗志 这都是造成一种非常严肃的 非常这个庄严的这种气氛 传约 区 就是殿内的人传令说 这个区是快走的意思 快走 殿下郎中夹臂 臂数百人 就是这个郎中 原来那是指皇帝的晋士官 在这儿就是戒指 百官 夹臂 这个区在这儿就是夹的 夹的意思 就是这个夹臂就是分裂 大殿的台阶的左右 分裂大殿的台阶左右 就像夹的那个台阶一样 臂数百人 就是在这台阶上 这个站着几百人 这个台阶应该是非常宏伟的 咱们都去过故宫 大家看那个故宫 那个太和殿前面的台阶 那它一层就是好几十几 然后有好几层 这样它这个台阶呢 可能就得上百层 这样再加上 每一层台阶上再占那么几个人 这样加一块呢就是 会占数百人 可以占数百人 当然这些人呢都是高官 这两句呢先给大家翻译一下 汉七年 常乐宫建成 诸侯群臣在十月举行朝会 礼仪规定 天亮之前 业者指挥礼仪的进行 他按照官街的高低 依次把百官领入宫殿的大门 宫廷中陈列着车辆 骑兵和警卫的官兵 卫队长摆下各种兵器 挥舞着许多旗帜 店内的人传令说 快走 宫殿下的百官就依次 站到宫殿前台阶的两侧 台阶上站着几百人 今天的课咱们就讲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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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